台塘公園中的建築相當具有文化歷史意義 更是民眾運動休憩的好去處 但因都市計畫 該公園恐會消失 所以地方民眾也提出陳情 怕讓公園能夠永續發展 對此仙遇的黃絲芳也相當認同 並期許相關單位能夠共同研議 好好規劃 那我想期許我們政公所跟縣政府合作 把普里正的通盤計畫 納入公園立地 結合起來未來的古蹟跟兒童公園遊戲場地 把它結合起來 讓我們普里正名有一個新的遊戲的空間 還有休閒的空間 讓普里會更好 仙遇 燕仁創也相當樂於待見 台塘公園土地變更能夠順利來完成 讓公園能成為文化與休憩共存的好場域 也為地方觀光發展有所幫助 都市的發展跟公園立地的發展 必然會衝突吧 我認為是不必然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非常樂觀其成 畢竟普里有一塊很完整的一個公園地 那真的是都市之廢 對地區居民的遊戚 對觀光客來這邊的遊樂遊玩 那它又有日本過去 那個神社鳥居的一個遺跡 都有它的歷史的敵運存在 希望這個能慢慢來構思 慢慢來討論 然後最終能達到這樣的 理想一個禁地 副議長潘映泉也希望能夠促成此事 並好好規劃 讓台塘公園永續發展 成為具有文化內涵 且適合休憩的場域 連帶促進地方觀光發展 記者盧玉凱綜合採訪報導